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这么开心主要是因为莱瑞士表示我们真的可以开始休假了 耶~~ TATIN TECNO 我们进来这个Airbnb了 这个Airbnb很酷 它没有客厅 不过它蛮漂亮的感觉白天很漂亮 因为那里外面有一个很大的阳台 然后里面还蛮宽敞的啦 各位观众这里一个晚上 台币是一万五 太夸张了啦 OMG 大家千万不要 请你的LineRace 不需要我们在网路上会看漂亮早餐 我拍给你们看 真的是 因为我们刚才一下飞机想说不然来看一下Uber Eats好了 然后就被Uber Eats下风 然后还被路边的那个餐厅的那个menu上面的价钱吓死 你刚说符合一碗多少 八百 八百台币 八百台币 不敢相信 我们的Uber上来了 来了 这一堆 三千四台币 三千四台币 这一堆可以当作一天市买了三百四 不敢相信 这就是我刚刚所谓的三千多的那些菜 在这边 啊 真的不用欸 哇 好哦 就是这么的爽 没错 大早安 外面好可爱哦 房间的阳台 大家看一下 我外面超级冷 现在外面是 好像七度的样子 好漂亮哦 哦 还有点雾气 我们出门咯 哇 那个电车真的好可爱哦 我刚拍到那个电车 这是我们今天要搭的巴士 我们买了那个KK Day的那个套组 好 好 谢谢 然后你还有这个 这个信息 可能你也想要带 把这个贴 贴在身上 把贴纸贴在身上 好我们现在是旅行团了 没错 这是我们今天的景点 快掉了 好啦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我们现在要去 那个应该是全球最贵的琴巴克吧 一杯到底多少钱 还是你们先估价 我想吃Pancake 好much 4.5 我们上车了 好高级啊 北欧的椅子不一样 我们现在要去打懒舱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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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们现在要去打懒舱了 questionnaire 我們要去瑞吉山 瑞吉山 哇超漂亮的 我的天啊你看曾葉琳 我發現這段影片很像我們去挪威的影片 蠻像的 就那個男車的那個 我看到這種情形就很想要配音說旅行的耶是什麼呢 現在是1400公尺 我們要去更高的來車 我覺得你們一定要親身來這裡 因為真的是像寇瑞說的 完全照不到眼睛看的東西 因為好壯觀 因為我們的車都來了 對我們的車來了 我們的火車來囉 這裡很斜 你看這個車像是這樣 這是一個往上爬的列車 所以它現在是斜的 這是我們搭的十圍列車 很可愛耶 好煩浪喔 我覺得螢幕裡面看到的還有打折喔 然後親眼目睹的那個壯觀的那個感覺 還有感動的感覺 很浮誇 雖然說這裡的物價真的是讓人不敢恭維啊 但我覺得真的一定要來一次耶 三二一跳 哇 很開心 他們兩個剛在這個頂端求婚 然後現在在視訊 剛還在拍戒指呢 在這邊許願希望這輩子有機會在這裡被求婚 在這邊都不想坐喔 大家在充電中 充電充自己的電 我們為了要進來這個車廂裡面吃我們早上煮的 進來這個車廂我就在對面的那個商店 買了這個泡麵 媽媽泡麵 然後這一包巧克力跟這瓶水 這樣子是566人台幣喔 欸幸好你們還有煮早餐 有帶便當 來 這看不到 大家應該有吃過這個巧克力吧 喔這就是Rigi 瑞奇山的 剛剛坐的就是這個吃鬼列車 結果我們剛剛都睡著了 太累了 可以爬坡上坡下坡的列車 我們現在到達這一站 一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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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嗎 好喝嗎 蘋果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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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換船了 我們要換船了 哇 好漂亮喔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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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盧森 感覺這裡什麼都很大 這個建築物 這一層樓怎麼這麼多層樓 這是會議中心 遊聲文化會議中心 來逛逛一下 瑞士的那種 像那種東京車站啊 新宿車站會有的這種 車站旁邊的一些零食店 這個我們在飛機上也有吃這個 那個瑞士好像有發給我們 這麵包他們覺得難吃 但我覺得還不錯 就乾乾的這樣 然後裡面包起司 這炸包是什麼 超級小品 我選了一個 非名字 有芝麻葉的 看起來蠻好吃的 剛剛算是在那種北車地下街逛街 現在上來這邊 好可愛喔 這建築物有點像巴黎耶 哇 這是飯店 好 今天是晚上七點鐘 這是我們房間的陽台 看似是這樣的 日落景觀 然後樓下這是電車的軌道 我們住的是五樓 然後我覺得這一個地方 不錯的是 其實可以看到雪山欸 遠遠的雪 進出 哇 這個擺盤已經太高級了 中間還有一個蠟燭欸 欸 不是要蠟燭 不是要點蠟燭 對頂蠟燭 來來來來 哇 哇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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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放晴 有一點放晴 好想挑挑看 好想挑挑看 我們來到這裡 我們來到這裡 這條街全部都在賣錶欸 錶街 好可愛喔 果然 英特拉克是那個奢華一點的地方 這裡有一個大公園嘛 然後呢 旁邊這裡有一個喝水的 喔 它還可以給我喝欸 超可愛的 喔 瑞士的水都是可以直接身影的 就是水龍套打開來就可以直接喝了 其實我覺得買這種套族 一剛開始想說有點怕怕的 但覺得不錯 因為像昨天第一天 我們先搭攬車 然後搭了火車嘛 爬山的火車 最後搭了船 其實這個套族 假設如果是自己購買票的話 你沒有來過其實會有點麻煩 因為你會不知道自己會不會迷路啊 或者是不知道怎麼找到買票的地方啊 什麼的 然後這裡又不是每個人都會講英文 所以其實我覺得套族不錯 然後現在第二天 體驗第二個套族 是少女峰清純 喔等一下會去格林德瓦一下下 然後最後再去少女峰 這趟在歐洲學會喝了 然後如果趕時間的話就下掉這杯 然後等一下再喝一點水 就是美式囉 我們現在要去搭攬車了 然後這個地點是格林德瓦 然後這個地點是格林德瓦 我們從這邊 格林德瓦要上去 格林德瓦要上去 好漂亮喔 我Cory很害怕 你看外面好美喔 你看外面好美喔 Cory已經封了 然後他們拿著 超愛心的 真的 他的流汗跟Acer一樣 好幸福我們要出去了 好幸福我們要出去了 YAAA 好幸福我們要出去了 哇 不會冷 天啊 不會冷欸 我們搭攬車從這裡出來 然後 哇 天啊 我兩隻 哇 天啊 亮晶晶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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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繼續搭上去囉 它現在是斜的狀態 白馬王的一片 然後這是愛德波這樣的景點 你看地板 好可愛喔 這感覺好讚喔 但是我的裙子一直飛 哇 哇 Ice place 這是真的冰塊耶 這是真的冰塊耶 哇 轉一個過來喔 冰原地險劑 好可愛喔 可是摸乳酱 正在滑咯 他正在溜冰 他跌倒我們全部著羊 這個餐廳點了薯條跟中東咖哩飯 然後還有這個是早上 Zoe跟Ossing煮的起司絞 然後還有Zoe的招牌荷包蛋 我看了一下這個高度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在415吧 然後我們全都吃了 整體開始想睡 居然有點高山症 哇 有冷 欸 好好笑喔 你看 霧茫茫的一片 這個韓國人懂找喔 找攝影師幫忙照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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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瑞士 這裡是瑞士不是北海道喔 哈哈 這裡好漂亮喔 有啦 有跟北海道不一樣耶 這個黑黑的風 黑黑的風 還有這個國旗 我覺得上來雪都鬆鬆軟軟的 很舒服 對 然後那裡 你看大家寸步難行耶 然後搭這個火車回程的時候 然後工作人員會發一塊巧克力送你 化妝化到一半突然發現 出太陽了 耶 好讚喔 我們進來這個 在Google map上面亂找的一個餐廳 然後人超幾多 有9000個評分 然後是4.5顆星 路易士的餐廳 就這個餐廳 我們的餐來了 很期待這一道 很期待這一道 這手這個也很好吃啊 對啊 這一道看起來很好吃 欸它還有醬耶 我覺得 這整個最好吃的是這個馬鈴醋 有 可惟剛剛幫我用了一個髮型 簡直美少女在世耶 這樣是對的嗎 我也不確定 我們進來這個二手店 瑞士的二手店 你知道怎麼樣嗎 就是一些比較復古的 我們進來另一間二手店 Dior 這裡有好滿的Dior 有外套 這間紅很久耶 海軍風的 海軍風的 哇 我剛才買到一個毛泥的 2.55放大版 然後你知道它只要多少嗎 它只要12萬 台幣12萬 超便宜 尤其是限量的 我們昨天的導遊推薦這間甜點店 超大一間 你看有 有什麼 你真愛的 我們來甜點餵 選食物 它還有迷你馬卡龍 那些菜啊什麼的 那我要點這個好了 他點了一個 Golden Latte 什麼味道 香料耶 吃香料 沒有太好味 Golden Latte 我們甜點來了 他剛剛是說馬芬對不對 沒有人 上面是 那個應該糖霜吧 我可以直接這樣吃嗎 直接毀掉 嗯 它是那個耶 有點像 韓國 就是那個 薑餅的軟糖 可是軟的 好吃 好吃 好吃對不對 很柔軟 卡士達醬 香料的有 它有一點點咖哩粉的味道 不是 它有沒有看你來拌飯 相當好 所以你剛剛點這個時候 他可能心裡想 哇 怎麼會有人點這個 這怪好喝的耶 真的怪好喝的耶 啊 他說 嗨 這也是好吃的耶 因為通常草莓塔 其實不會好吃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的卡士達好吃 啊 對 它已經被我們切了 像這樣 欸 台灣流行在什麼咖啡弄嗎 我們開始 漫無目的的亂散步 啊 前面那個妝好可愛喔 慢慢走走走走走到這邊 這個河這邊很漂亮 但是我們要來這個超市 跟大家說一下 這瓶水啊 就是我剛剛在路邊的那種小超市買的 然後這個是0.7元 台幣才24塊耶 比台灣的氣泡水還平 這是氣泡水 然後一樣在旁邊有個路邊的那種賣一樣的水 就賣3塊耶 0.7跟3塊的差別 嚇死 所以一定要到超市啊 這邊附近 就小型超市大型超市買東西 才會划算 想買什麼 買得到 天啊 你的最愛 好恐怖喔 哇 哇 這個旋轉的速度對嗎 Zoe跟Austin 變出這一桌 有台灣熱炒店的味道耶 超香 哇 太厲害了 要走了 掰掰 我到機場的這個咖啡 服務人員是我們的導遊小姐 天啊 我剛剛排隊的時候就想說 我怎麼會遇到你 謝謝導遊姐姐 我居然被請咖啡 我要哭了 因為在這邊感覺什麼都很珍貴 被請一杯咖啡我已經很感動了 謝謝導遊姐姐 非常感謝你的招待 不客氣不客氣 不要跟他說啊 不客氣不客氣 不要跟他說啊 一路平安 好 感謝掰掰 掰掰 大家check in了 要回家了 這就是我們昨天吃的那間甜點店 然後他的機場有那個分店 然後我剛剛就買了他們的 巧克力 一顆一顆的那種 我要離開 我離開歐洲肉 掰掰 蘇伊士 瑞士我下次再來 有機會的話 我發現回程這個機型有比較大一點耶 好像跟我們去的那天的那個座位 都不太一樣 然後剛好 我的旁邊沒座人 早上不在聘 我要聽他來用個手機 然後睡覺 這是我的午餐 我點雞肉義大利麵 餐點真的特別好吃 我會配上我的乖乖 變得更好吃了 這裡面包 然後這是起司 然後搭配奶油 這義大利麵好吃到直接清盤 然後剛剛拿了麵包 除了沾奶油也沾了這個醬 這個站的機型呢就是他們阿聯酋航空的A38人 好來轉機了 我覺得阿聯酋航空整體的體驗很讓我驚艷的地方應該就是食物 阿聯酋飛機餐的部分很讓我驚艷 就是他的蔬菜類我覺得相當新鮮 尤其是蔬菜水果 然後剛好因為他們本來就有自己的那個垂直農場 所以我想他的食材方面可能也比較新鮮 所有整體的調味我覺得都很棒 飛機餐我很難就是整個吃光 因為加轉機所以來回的話 四次搭飛機的經驗 然後吃了這幾餐 其實蠻多餐的啦 體驗下來我覺得 哇他的食物真的是蠻好吃的 空服人員也常常會來慣心啊 我就覺得其實服務態度他們真的是 也做得很到位 接下來台北飛杜拜的航班 應該是七八月之後吧 也開始會有A380 就是新的飛機 因為我去城跟回城坐的飛機不太一樣 回城坐到很新的飛機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體驗超棒 所以接下來台北飛杜拜的飛機 好像也都是這些新的飛機 然後大家可以去體驗看 因為我覺得座位非常的大也很舒適 然後螢幕也很大 觸控也很靈靈 然後一切的一切都很舒適 大家可以去體驗一下新的機型 在阿聯酋航空 飛往歐洲的話可以到杜拜轉機 所以就是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推薦給大家 可以換一下